以下是经由我朋友所转述的亲身经历 因此接下来我会以我朋友的口吻来转述这则故事 我高中的时候是半工半读的 当时就读夜校 下课后就得赶到加油站打工 由于在加油站坐的是大夜班 我必须坐到早上七点才能下班 回到家后就已经累得半时 跟多数人的时间日月颠倒 大部分的人在工作的时间我都在睡觉 我已经习惯了那样的模式 高中那三年我就是这样过的 今天要来说的就是 我在加油站直大夜班时所遇到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大夜班的关系 遇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 先说一下大夜班的值班状况 我们是前后两个站台共八个加油机台 加油站后方有个小屋是员工休息的地方 公共厕所只在小屋旁边 由于大半夜没什么人来加油 所以大夜班值班的人数也相对的少 有时候会有段空窗期 加油站都没人来 夜班人员会聚在一起打屁聊天 甚至会趁机打小瞌睡 在这里先简称一个同事叫小瓜好了 当时正下着绵绵细雨加上空气湿冷 小瓜就住在收音台前打瞌睡 也不知道睡过去了多久 收音台前的玻璃面传来扣扣两声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他还在恍惩状态便没有理会 直到第二次 他才被两声大力的扣扣声给惊醒 本以为是有人要加油才叫醒他 但往左右两面望 却一个人也不见 他醒来后便到处找我们 前面的站台找了一圈 也没见到半个人 他开始感到惊慌害怕 加上正下着大雨还伴随着凌络的打雷声 后来他在员工休息室找到我们 差点都要哭出来 他说像电影演的那样 以为自己进到了另一个时空 之后又过了几天 小瓜说 他在收音台前 小打瞌睡的时候 竟梦到了超真实的梦境 他醒来时看到一台机车停在加油机台前 但是没有任何人 加油站 外面依然只有他一个人 进到了员工休息室晃了半天 也都没找到我们 转身要离开休息室的时候 他往窗外看了一眼 雷电闪得厉害 相头的日光灯也不断的在闪烁 他将视线移回前方时 一个黑色的人影竟正在了他的面前 但是因为昏暗的背景遮住了他的脸 他想看清楚他是谁时 那个人便转身离去了 他跟着出去要找寻那个人 结果怎么绕就是找不到任何人 始终都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后来不知真的 就醒了 还好醒来时 发现我们都在旁边 再来就是大一般的厕所 同时在凌晨去上厕所时 偶尔会听到外面传来敲门声 但是低头完门缝 看去时却发现底部是空的 没有人站在外面 而前面说的我同事的经历 都只是小case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要说的这件事 是我有史以来 遇到最毛骨手蓝的经历 那天半夜大概是凌晨三十点左右 我正坐在收银台前滑手机 一辆大货车就停靠在我左边的站台前 我还记得那是一台全白色的箱形大货车 看起来像是钻在那种冷冻食品的大货车 因为后面是包厢起来了 并看不到后面装载了什么货品 我帮他把油箱加码后 上前跟司机收钱 那个司机没有摇下窗 也没有转头看我 我看到他戴着白色的棒球帽 而脸是侧着的 隔着酸我告诉他加油的钱 他紧将窗户开了一小节 然后从中递了两千元的钞票给我 我收了钱后 便走到收银台前要找钱给他 正拿好要找零的钱 还没有走出收银台 那辆货车就咻的一声开走了 我只好无奈的看着他离开 然后默默的把零钱放回收银台 货车司机从头到尾 就没说过一句话 连头都没有转过来看我一眼 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感觉神神秘秘的 我心中甚至猫出了 一个悬疑剧般的想象 心想是不是后面藏了尸体 急着要埋尸 赶快逃跑之类的 所以连零钱都懒得拿了 过一回 我同事从对面半走半跳的走过来 我于是将刚刚那个货车司机 可疑之处告诉他 只见我同事一点疑惑的看着我 他问我哪时候有货车来啊 这么大一台货车停跳在我们的加油站 他怎么可能没有看到 后来问了一起当班的其他同事 也都说没有看到 这下我就困惑了 心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刚才 在对面打瞌睡或偷懒之类的 所以才都没有注意到 直到早上交接班的时候 因为要轻点账才能交班 然后最诡绝的是 我当时点账 发现竟然整整少了两千块 不对啊 我当时跟那个货车司机收了两千块 并且要找零给他 他甚至没有收零钱就走了 照理说应该不会少钱 还会多钱才对啊 为了证实我说的 以及洗清我的嫌疑 我向上头申请掉了当晚的监视器来看 结果我看到 我对着空气做着加油的动作 以及对着空气说话 然后像是拿了东西 到了收银台放 但是监视器始终都只有拍到我一个人 根本没有那台货车 那今天故事就说到这里咯 如果喜欢我的故事 可以在右下角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铃铛